這段片是幾天的了 今天是16號 我不知道警察有沒有看到這段片 於是做事 其實剛才那段片看得很清楚 只不過事源是因為 第一個動作 這個靈治車主燈都沒有打 相片切進來 後面那個人沒有給他 事實上 我講這些有沒有給他的東西 如果他能吃光 其實後面的車 是不得不給他 因為很自然反正會撞車 即是他吃不完的位置 而你又不打燈 我駕錯我的車的人知道 你一打燈,一舉手,我一定不給 你不打燈,不舉手 我一定不給 你吃光的位置沒辦法 不然就會炒,我一定不給 在我人生之中 有沒有你以為這些人 這樣,然後要玩東西下車 有 有 那我會怎樣做呢 我會踩油,去到前面 難忍著那輛車 下去吵架 好了 今天有沒有試過,人家這樣下來呢 有 但是人家這樣下來,我一下車 我不想說話了 我一定在那輛車就開球 譬如他走在我旁邊走 兜巴打他 那現在又沒有話了 這十幾年有電話 但是呢,我真的沒有試過 我屌你都不要這樣被人屌 因為我告訴你 我跟你說 這些行徑的人,我不管是老黑 還是不是老黑 他都是一些燥汗 這樣子都忍不住 其實,人家不讓你 然後大家走一條船 根本就沒事了 就是這樣 然後人家不讓你,你就在後面 激其量 激其量 你超過車的時候 你老母 搞下車,然後走下去 只有家人跟你吵 但是這樣也要跟你吵 還要三番四次 會旋處,集停你的車 下車,特地停車下車 特地洗慢車,引你撞尾 這些人你不肯洗你去 基本上 現在我不知道,這家凌智有沒有人上車牌 現在我疼你 我又在罵你 你現在見到我,把我拔我 我不還拖 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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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肯還拖 你老母 我喝你打 你老母 浪費氣 現在警察要做事 我告訴你 人家一來 我真的試過 我一下車 都不用打 簡直 這樣 就很疼 沒事啊 哥哥 剛才這樣 你老母 就走 你老母 對不起 你老母 還要說對不起 就是這些人 你老母 浪費氣 你老母 好 有條 李大內地生 這個開頭 你問我第一個反應 大老妹 我覺得他很不合適 很不合適 但是他回答完之後 他很有道理 雖然我也覺得是不合適 但是我也覺得 沒什麼所謂 不過他要去 受 為什麼呢 他穿得古靈精怪 在李大內地開學 放了上網 有人就說 會不會太過性感 不是很合適 場合不對 他回應 就說 第一 我這個紅色元素 我已經化碳妝 第二 他說 我是專業 因為讀Fashion 沒有限制穿搭 其次 我在英國上學幾年 同學和教授 都是每個人 只會跨每個人的用心打扮 就是你穿成古靈精怪 去讚你 這是人家的文化 從中學生到老奶奶 都大方穿黑絲 為什麼你們會這麼敏感 好丑道理 我不會批判他 因為他真的沒有暴露 但是 其實 我覺得大家也不需要去說他 因為 最後 他是怎樣的結果 他自己承受 如果我們社會終於進步 到認為這樣 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們現在年輕人 或是我們自己都會 又沒有影響人 我們是行使自己自由的 可以的 沒有問題的 真的沒有問題的 我說真心 不過 普遍社會一心裡面的人 怎麼想 會不會用你 或者 但是這個前途是怎樣的 你要自己去接受 沒有什麼特別好說的 你問我當然 如果你說我去教書 對女學生這樣穿的 我好想歡迎 最好你們每個人這樣穿 這是事實 我們看看 首先 看不到他的樣子 其實是有張大頭的 他的樣子應該不差 腿正不正 他的樣子不差 年輕 白正 他說 塗淡了唇膏 如果這樣就淡了 唇膏不淡了 這樣也就是什麼 不熟滅厭 你本身說不要看黑絲 不要看紅絲 所謂的 其實上身就略為短一點 就是衣服 就是裙子 都沒有什麼特別 這是不是有牛仔褲 不是 應該是 真的不知道 但是 那你牛仔褲就當是短褲 但是 你這樣回答這一下 真的 嘴唇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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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怎樣 所以 要教訓 但是說真的 你回學穿到這樣 他還覺得什麼 你認為這樣就可以了 繼續這樣穿 我告訴你 現實殘酷 各位 嘴唇膏 我不知道去學系 但是去學校 你不敢追你 嘴唇膏 大學生 我先跟大家說回來 接下來 我啤梨的研究 大學生是濫膠 我直接用濫膠 的 那個 傳流來的 基本上 差不多一個人都濫膠 不是 性交 性交和濫膠不同 不合作就是性交 現在是濫膠 為什麼 為什麼 反而去到這麼極端 因為很多時候 我不是說全部 有些人 壓抑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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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真的 飯又不吃 劍又不打 運動又不敢做 輸 輸就一定要讀 其實他們付出 現在就是 DSE 以前是A級 太冷 辛苦了 進去很多時候就放縱了 你 譬如我們這些傻傻子 說你中學 就算不吊氣 也叫做拍卡拖 拖下手 你沒有覺得自己犧牲那麼多 尤其是有些人 開始更加變態 我覺得不算很懶 有些人 一年幾個 不算很懶 一幾百個就懶 不是 一年幾個 這叫做拍拖 這叫做正常社交 一年幾個 現在我說的是 他們基本上同一時間 是會有不同的SP 沒問題 大部分都有 正常 真的大部分都有 譬如現在 你一個女學生 譬如男朋友在拍拖 然後 多也沒有 他們有另外一個SP 都很正常 或者有些都沒有拍拖 有幾個 都是很正常 沒有辦法的 小時候 所以小時候早點 這些更好 更好 好了 順香園 不知道大家 最後是最後一天 我們 我們先看看照片 先看看幾張 直至我叫停 大家知不知道 順香園馬 不是火炭的 順香園餅格 好了 這個就是很傳統的 製餅店 看看一些產品 蜜糖馬仔 現在在街上都少見 因為很多時候 擺貨 擺到士多 或者是雜貨店 現在是雜貨店 現在是雜貨店 而且很多人 買了一些沙奇馬 是 其實呢 我們從小到大 就是叫馬仔 從小到大 都是沙奇馬 那樣東西 蜜糖馬仔 順香園 可以做的 馬仔的鹽脆太軟 是啊 不知道為什麼 你想想的軟軟軟軟的 以前的脆一點 脆口之中 都是軟的 軟最好吃的 但是有些脆的 順香園也可以的 再去 西朝大餅 這個我從小到大 我以前不是吃順香園 叫白粉餅 為什麼呢 因為會上癮的 明明又不好吃 有些壓的 但是你越吃越過兩人 但是吃白粉餅 而不准喝水 因為很稠的 如果你想想 山吞兩個 我絕技 不用喝水 再去 香蕉糕 香蕉糕 現在就很少見順香園香蕉糕 很多時候我們在商場 那些 booth 看到那些什麼元朗 不知道什麼什麼 那些香蕉糕 我很喜歡吃的 香蕉糕後來發展到 那些香蕉糕裡面 做些 蓮蓉 豆沙 有些這樣的 好 下一張 這個呢 下一張 就是我從小到大 很討厭吃的 南乳燒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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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鹹的 南乳我是從小到大都不喜歡吃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到了這一兩年 有很多南乳豬手 南乳雞 我開始懂得吃它的味道 真的喜歡吃 OK的 好 我們先回來 我們看看這個 順香園 開業四十幾年了 四十年 全港緊 全營燃 百分百人手製造 新鮮馬仔 糖的糖餅廠 我想也可能是 百分百 不是百分之七十 不是百分之八十 不是美成 好了 近年老店商計結業 多數因為經營困難 後計無人 網上有留言說 位於火炭的順香園餅家 也因為唯一會做馬仔的師傅 他有了 決定在中秋節後就結業 那明天 中秋節後 明天開不開 中秋節後應該不開 好 記者打電話去頂加確定消息 真是事實來的 意味著 香港首造馬仔這些 成絕響 香港原來連這一刻都沒有 真是很痛 真是 有些仇女不會特別的 真是可惜 有四十年歷史的順香園 在火炭設有專屬的高點製造工廠 堅持百分百人手新鮮製造 沒有用任何防腐劑 最出名的就是蜜糖馬仔 有吃過的那麼一 我順香園的馬仔 我應該有吃過的 當然 他最重要的馬仔就是鬆和脆 剛才我們說的軟 就是以中 糖餅來說就是鬆 你就是嫌它不夠脆 以前是鬆脆的 順香園如果還做到以前的 就是鬆脆的 而且很有蛋香的 甜蜜 我們叫拉絲 但由於預備麵糰 切粒 油炸 糖漿 再到沒有定型 所有工序是只有一個 一個師傅認識所有技巧 這個師傅離職了 工廠就不再有馬仔買了 只剩下其他傳統高點 好像南乳燒餅 長彈筒 西朝大餅 彈卷老婆餅等等 所以他們決定 不做了 順勢 我問得知之後 當然是表達不捨 亦都 其實他的訪問 我不知道 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其實在附近的人 很多人就這樣 踩上去買來吃 他都做的 好了 那 昨天 原來昨天 就是 順香園 最後一天做餅 做完那些餅 就賣現貨 現貨 他本來說會做中秋 但是看款 這兩天 還有報道出了 應該都不用到 中秋 可能今天都賣光了 正式 跟大家說再見 那 報道裡面有訪問一個孫師傅 65歲 他說見證順香園 由1983年 在火炭工廈 經營至今 續續四十一年 他說由開業做到最後一天 他說七十年代 在香港 即是由大陸來香港 由於小時候 在大陸受到軍訓特別有氣力 所以呢 但是 人家要兩個人才能抬起 麵粉 一個人就抬起 當然 現在年紀大了 就未必可以 做餅這個行業 孫師傅就說 又辣卡 又熱 又辛苦 又要徒手接觸油 這次真的不是不安的 徒手碰到油 糖 粉 好像他說做香蕉餅 要把麵粉倒進大膠桶 再用手塞 進膠桶裏面 攪 攪到差不多了 憑感覺 放幾根生油 好了 在這個做餅工作裏面 他又要把餅 放進焗爐裏面 爐頭又沒有計時器 他說這樣又怎樣 用感覺 憑感覺就要把餅 什麼時候焗好 那你做了四十幾年就可以 如果你說新師傅進去 就真的不行了 好了 他說幾十年來裏面 有很多大集團餅家都叫他跳槽 但是孫師傅就說 不喜歡大集團的企業文化 他說在順香園做事 每天回來 根據訂單做餅 當然現在就越做越少 做完就收工 他說老闆 姓馬 和我老中 又無所謂 賺到多少錢 就大家一起分 他說這就是自由 他加上一起拆餅 那些老同事 做了幾十年 從年輕人下班一起打牌 到現在大家都結婚 各有各生活 孫子都抱起來了 他說 只是這班老友 都令到他們不願離開 那真是逃不過時代的紅樓 他說今天中午時間 記者說 看到這班師傅 如常這樣清空了搓麵粉的木桌 就變成了他們的飯堂 他們打開著那些 在住番頸炒蛋 和小白菜的保溫盒 就一起夾中吃飯 吃完飯之後就切西瓜 一人一塊 他說幾十年都是這樣 記者問他們 今天之後有什麼打算 他們二口同聲說 退休 幾十歲了 現在說你們可能很期待 因為沒有放過大家 但退休真的生活不容易過 另外一個茂哥 1979年入行 1989 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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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元 19又是四十幾年 他應該甚至乎 比順香原還早 開業就已經入行 他說春夏秋冬四季餅還會做 當初跟很多人一樣 餵兩餐 幫忙加計 誰知道一做就做到現在 做了之後就順其自然 雖然 只是在餅 是山寨的厂 但是呢 就養了他們的成家 另外他也說 謀國說其他師傅有些子女 有些是治療劑師 有些是護士長 他說怎麼讓子女入行呢 因為既然就問他們為什麼 不什麼啊 老實說 每個人都說自己那麼辛苦 不想子女那麼辛苦 但是你又沒有問過子女 其實或者他們喜歡呢 他說呢 一早就知道頌香完 遲早完的 真的不是頌香完 因為師傅退休之後呢 這個行業和工種都會消失 他就算今天我繼續做 都不會捱到很長時間 他說這裏沒有了 就像大陸下來的那些 但是他說 沒有了CD 就是沒有了CD 沒有了VCD 就是沒有了VCD 世界就是這樣的 沒有就有其他東西取締 不過就未必是有舊時的味道 正如你女兒走了 這個茂哥好少的 你找我第二件 都找不到以前的女兒的味道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很漂亮 當然 也有很多家長 還有 樓上樓下的人 老實說 你知道的 可能會下來趁熱鬧 你不知道的 看到人家 人來人往過 拿著這麼多餅 才知道 可能 啊 原來什麼 上香原撿粒啊 以香港人這些性格呢 回家放工啊 八卦好奇啊 都上去香蕉糕都買兩 西朝大餅都買幾個 順香原 一九七八年創立 一九八三年就正式搬入 現在這個火炭的廠房 那 由師傅人手做餅 最後一日營業的時候呢 馬老闆都沒有一句說話 只是走來走去 搬來搬去 點算正如用物資 他說 用不完的麵粉 之後 會叫人收走 之前 他接受訪問說 沒有年輕人入行 我們過了七老八十了 始終是肉退休 其實就是沒有人入行 好可惜的 所以呢 我在教組時候呢 我聽過某一個 我不知道看一個媒體 我在節目裡也講過 我跟著又沒有那件事再跟進 我好像聽見有一群年輕人 都不是年輕人 可能跟我們這麼大的 他們弄了一個平台 好像我都跟你講過 去配對 為什麼呢 其實呢 有很多行業的師傅 不同的行業的師傅 想後繼有人 嗯 也有很多年輕人 他甚至跟那個行業沒有關係 譬如我現在聽見 我都想做這些餅 但是他們入行無門 那於是這個平台 不收錢的 就是你想有東西要教人 你想有東西要去學的 去配對 於是令到呢 譬如順香源這樣 老實說 我們真的不知道 知信那麼多 真是怎麼能夠理解那麼多呢 我覺得 是會有年輕人入行的 他未必會賺到很多錢 但是這樣的實業 或者作為一個社會 都是要有的 那當然啦 最慘就是 現在港版國安好可惜 以後之後 又又又不買 OK 我們看看這次的照片 這一個呢 應該是剛才說的孫師傅 哇 這些是什麼餅老婆餅來的 他真的這樣焗爐這樣焗 哇 很多個焗爐 真的很熱 這裏肯定 OK 下一張 馬老闆 你看到後面的門口 似乎是來買東西的 有些當然是工友 好 再去 那麼 就吃飯了 兩個飯桶 幾十年 即是我們又說這又說路 其實 在同一個土地上面 有很多人黑勤黑劍 就是這樣過幾十年 養大家幾口 下一張 馬老闆 唉 真是滄海滄田 沒有辦法的 什麼都會變的 好 休息一會